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乾隆知道陳家樂 是決意不肯來朝廷做官的了 他說 人各有志,我亦不能勉強你 不過,我要勸你一句說話 陳家樂說,請指教 你們紅花會的行為已經是接近半億 過去的一切我可以不追究 不過以後就千萬不要再做這些無法無天的事了 我們為國為民,所作所為都是彈求心之所安 可惜,太可惜了 看在今晚我們相識一場 將來剿滅紅花會的時候,我可以勉你一死 既然是這樣 如果將來你落入紅花會的手上 我們亦不會傷害你 哈哈哈哈 在皇帝面前,吃底半分你都不肯 好了 大丈夫一言寄出,試馬難追 我們兩個激掌為勢 日後彼此不得傷害 於是兩個人伸出手來,啪啪啪 互相拍三下 那幫侍衛見到皇上對陳家樂這些大逆不道的說話 居然不但不生氣,反而和他激掌發誓 都覺得奇怪到極 乾隆說 潮水這樣沖拆 海堤如果不夠堅固 那百姓的田爐墳墓都會被潮水沖去 我一定撥官款下來 命令有師加固海堤以保護生命 陳家樂站起來,恭恭敬敬敬地說 這件是愛民大業,江南百姓感激不盡 乾隆說 寧轉有功於國家 我決不會讓他的墳墓被潮水吞沒 白鎮明天傳譽河道總督高進 秦府莊有功 馬上來海堤全力試工 是,白鎮公身答應 這個時候 潮水漸漸平翻 乾隆拉著陳家樂的手 又走去提邊 那幫侍衛要跟著來 乾隆揮一揮手 叫他們止步 乾隆和陳家樂沿著海堤走幾十步 乾隆說 我看你的神情總是有點屈屈不落 除了思念父母 懷念良友之外 究竟還有什麼為難的地方 你既然不想做官 你有什麼要求儘管對我說 陳家樂沉淫了一下就說 我想求你一件事 不就怕你不肯答應 只要你有事求到我 沒有說不答應 真的 均無欺言 那我就求你釋放我的結義 各個民太來 乾隆我心一震 想不到陳家樂 竟然會求他做這件事 一時間 他沒有說可以 又沒有說不行 陳家樂說 我這個義兄到底什麼地方得罪了你 乾隆說 你這個人是不能夠放 不過既然答應了你 也不能夠失信 這樣吧 我不殺他就是了 既然是這樣 我們只有動手來救他 我求你釋放他 並不是說 我們沒有本事救他出來 只是不想動刀動槍 傷了你我之間的和氣 乾隆昨天見過 紅花會人馬的聲勢和本領 知道陳家樂這樣說 也不是誇口 他就說 你的好意我心領 老實跟你說 這個人我決不讓他離開我的掌握 你既然堅決要救 那三天之後 我就唯有殺了他 陳家樂血都滾了 他說 如果你殺了我文四哥 就怕你從此之後 睡不著覺 吃不下飯 如果不殺他 我就更加是 吃不下飯 睡不著覺 照這樣說 你貴為至尊 亦不及我這個閒文野學 這麼快活逍遭了 乾隆不願他再提文 太來的事 就改變話題問 你今年幾多歲 二十五 唉 我不是羨慕你行雲野學 但是羨慕你青春年少 任你工業蓋世 受限一道 終歸化為黃土 就完了 那麼兩個人又走了一陣 乾隆就問 你有幾多位夫人 不等陳家樂回答 就在身邊解下一塊佩玉 他說 你一塊佩玉 也算是欺世之真 你拿去送給夫人 陳家樂不接 他說 我還沒娶老婆 啊? 哈哈哈哈 你總是眼界太高 所以到現在還沒有喜歡的人 這件寶玉 你將來送給義中人 作為定情之物 陳家樂就唯有多謝他接過來 一塊玉一碰下手就覺得嫩 原來是一塊異常珍貴的嫩玉 玉上面用金絲陷了四行洗勢的船書冥文 情深不秀 強極則玉 謙謙君子 溫潤如玉 乾隆少爺說 如果我不知道你是一個胸襟豁達的人 也不會送這塊玉給你 更加不會叫你送給義中人 這四句銘文 雖然像是不吉利 其實是包含著好心的道理 陳家樂反覆細細聲讀下情深不受 強極則玉這兩句說話 體會到其中的含意 只覺得天地柔柔 人世間不如意的事情 忽然間一起湧上心頭 唉 悲從中來真是想放聲痛哭 乾隆說 少年情侶 情愛就極深 妹妹遭受鬼神之忌 所以才子佳人 多數都沒有美滿的下場 反而不似得凡夫俗子 還時時能夠白頭鞋佬 所以情不可極 剛則義節 古時聖賢這句說話 確是合乎萬物之情的 陳家樂不想再聽下去 他把一份暖玉帶在袋裡 他說 多謝厚贈 後會有期 講完行走禮告別 乾隆右手一擺 他說多多珍重 陳家樂轉身就翻扯 對 白鎮走到陳家樂面前說 先頭多得閣下救回我的命 十分感激 只怕這個大恩不容易報答 陳家樂說 白老前輩不要這樣說 我們是武林同道 朋友有事出力何足道災呢 講完就走了 話說陳家樂回到郭老虎 小姑跳牆進去找到瑞芳 他說 我哥哥現在一定在新院那裡忙碌 我等著才去找他 瑞姑 你有什麼心願沒有? 告訴我 我一定幫你做到 瑞芳說 我的心願只是求你平平安安 將來娶回我好老婆 生很多很多又乖又聰明的兒子 哈哈哈哈 這樣就怕不太容易了 對了 情華、御師他們兩個呢 你叫他們來等我見一下 情華和御師是陳家樂世時 服侍過他的小丫鬟 瑞芳說 御師在前年過了生 真的 情華還在此 我去叫他來 那他出去沒多久 情華就噔噔聲走上樓了 陳家樂見到他亭亭欲立 已經是一個進俏的大姑娘 但世事那種情態還依稀保留在那裡 情華見到陳家樂的臉紅一紅 叫一聲三觀 即刻眼濕 陳家樂說 你長大了 御師怎麼死的 情華說 跳海死的 為甚麼事跳海呢 情華四圍看了一下就低聲說 二老爺要收他做妾侍 他不肯咯 哦 我們姊妹的事也不必瞞你 御師和府裡的家人 是盡忠好好的 兩個人一尾償錢 想償夠御師的身家銀 就求太太答應她贖身 她就和盡忠做夫妻 怎知二老爺看中了她 有一天 二老爺喝醉一酒叫她入房 第二天 御師哭哭啼啼地和我說 她對不起盡忠我 我說勸她 我們命苦 被人糟蹋了有甚麼法子 少知她上不開 晚上就偷偷跳海 盡忠抱著她的屍體哭了一大場 又在門口的石獅子上面 一頭撞死了 陳家洛聽完很生氣 她大聲說 想不到我哥哥是這樣的人 我本來想見她面罪兄弟之情 現在也不必再見她 御師的墳在哪裏 你帶我去看看 在孫德門邊 等天亮之後我帶三官你去 現在就去 這個時候虎門都未能開 怎麼出得去呢 陳家洛微微一笑 用左手抱著她的腰 程華醜到滿面通紅 她剛才想開聲 身體忽然間好像騰雲駕霧一樣 在窗口飛了出去 就站在屋頂上面 陳家洛帶著她在屋頂上面跑 跑了一陣 沒有屋了 才跳回落地走 很快就去到孫德門邊 哇 程華隔了很久很久 心才定回 她說 哎呀三官 你學會了先法呀 陳家洛說 你怕不怕 程華微微笑不出聲 就帶陳家洛去到御師的墳前 唉 一袍黃土 埋香染辱 陳家洛想起往日的程義 她心裡有點淒涼 就在墳前作了三個憶 程華哭了她說 三官 如果你在家裡來 二老爺也不敢做這樣的事 陳家洛默默無言在頭 這個時候見過月落了 滿天繁星閃爍 陳家洛說 我們回去吧 我們有些緊要的事 要趕回到杭州 那兩個人就回到陳府 陳家洛正說想離開 程華就說 三官 我求你一件事 好 你說吧 讓我再服侍你一次 讓我再服侍你一次 和你梳下頭 這樣啊 好 那陳家洛就坐下來 程華高高興興地走出去一陣 過了沒多久 他就捧了一個銀托盤 進來就放在陳家洛面前 托盤上面放著兩隻碗 一碗是桂花白木耳白盒湯 另外一碗是四塊糯米釀糖蓮藕 陳家洛離開家十年 日日在荒涼的大沙漠 好像這樣的江南富貴之家的美味 今天能夠再吃一下 真是仿同格勢了 他用一隻銀匙 拔了一口湯喝 程華把他的邊打開 塗頭油上去 再用把梳來梳順他 陳家洛把糖蓮藕裡面的糯米球 一粒粒地用筷子頂出來 自己吃一粒 有位程華的嘴巴塞一粒 程華一邊吃一邊笑著說 你還是舊時這樣的脾氣 等條邊疏好 陳家洛也吃完點心 程華說 哎呀你怎麼連長衫都不穿呢 冷親怎麼辦 陳家洛的心想 你猜我還是十年前那個若不金鋒的公子哥兒嗎 程華出去拿了一件天青色的文華奏長衫回來 他說 這件衫是二老爺的 大就大了點 隨便穿著先 幫他把長衫穿上身 护下的身 幫他把長衫的三樓 逐粒逐粒扣好 陳家洛見到他的眼淚一滴滴滴一件長衫三腳 他也覺得有點心酸 就把身邊的幾頂黃金都拿出來 放在他的手 你拿回去給你爹 叫他幫你熟身回家 以後就嫁個好人家 我扯了 雙腳一丟在窗口跳出去 陳家洛收拾給油情愛師 仲馬跑回到杭州馬善的家 進去 大家正在圍著石雙英在談論 石雙英見到陳家洛回來 連忙過來行禮 他說 我在北京探聽到皇帝已經來到江南 就連日連夜趕回來 誰知仲偉哥哥已經和皇帝見過面 而且還動過手 陳家洛說 十二哥這次辛苦了 還探聽到什麼消息 石雙英說 我聽見皇帝老坑來了杭州 知道是大件事了 其他事我也顧不到打聽了 陳家洛見到他形容潮水 知道他這幾天一定是日夜趕路疲勞萬分 他就說 快點好好地睡一覺 睡醒之後我們再談 哦 石雙英臨走出去的時候 就對諾兵說 社嫂 你那匹白馬真是快 你放心 我一直照料得很好的 諾兵笑著說 麻煩你了 石雙英說 對了 我在路上遇見白馬的舊主人韓文聰 怎樣 他又想來搶一隻馬 他沒有見到我 我在揚州客店裡 見到他和鎮遠標局幾名標師在一起 聽見他們在罵我們紅花會 幫我們偷聽 他們罵我們下流 說我們用蒙漢藥殺死了聖童那個壞公 徐天宏和周二聽到這句話 對著笑了一笑 周二忍不住插嘴說 那天放生他們不殺 那幾個東西還在打我們背部 真是不惜好醜 徐天宏就問 這次鎮遠標局又在做什麼呢 石雙英說 我聽了半天都被我猜到了 他們是由北京護送一批遇刺的珍寶來海寧陳國龍家 他又對陳家樂說 那都是總舵主府上的東西 那我就通知江寧的翼舵主 叫他們暗中保護 陳家樂笑了 謝謝 這次我們紅花會和鎮遠標局還攜手合作 石雙英說 這次他們總標頭親自出馬 可見對這支標看得很重要 陳家樂、毛陳、趙半山、周仲英等等 聽見威鎮、何索、黃維陽都來了 覺得很驚奇 周仲英說 黃維標頭十幾年前就不親自走標了 這件事確是稀罕了 總舵主 你府上真是大面 石雙英說 我也覺得奇怪 後來又聽到他們護送的 除了總舵主府上的珍寶之外 還有一對玉花瓶 陳家樂說 玉花瓶? 石雙英說 是啊 是回報的寶物來 這次邵衛西征 回報雖然打了聖仗 但是清兵人多世大 長久打下去總是不行的 所以還送了這些玉花瓶來求和 大家一聽回報打了聖仗都十分興奮 都叫他講詳細聽一下 石雙英說 聽說邵衛的大軍就因為軍糧被我們劫了 連戲幾天吃不飽飯 唯有退兵 在半老中了回人的復兵 損失了幾三千人 嘩,好東西了 大家都拍手 就以細細聲對徐天宏說 如果霍青和姐姐知道是你出的計策 一定會很感激你 徐天宏也笑著細細聲說 這些都是你叫我想 那我才想出來的 石雙英又說 邵衛等軍糧一到 又會再進攻的了 這場仗都未打完 匯報的求和事者去了北京 大臣不敢作主 叫人送來江南請皇帝發落 王維陽這個老坑親自出馬 我想就是為了這對玉瓶 陳家樂說 別說一對玉瓶 就算再多些奇珍義保 皇帝也不會同意講和 石雙英說 我聽標局的人說 如果同意求和 那當然是把玉瓶收落 如果不是就要交還 因此那裡玉瓶就 虱花一點也不可以 陳家樂和徐天宏打個眼色 兩個人一起走進西廳 陳家樂說 七哥 昨晚我見到皇帝 他說三日之後就回北京 回北京之前 一定要殺了四個 徐天宏吃了驚 他聽他說 我們既然知道四個是混在提督李可秀的內衙 現在情勢這麼危急 那就要馬上動手了 陳家樂說 皇帝現在或者還沒有回到杭州 那幫高手示威都跟著他 我們救人比較容易 徐天宏說 那皇帝不在杭州嗎 陳家樂就說他聽乾隆在海寧觀朝 要收足海堤 不過他祭墳的事就沒有說 徐天宏把桌上的毛筆、墨染、紙張搬來搬去 東方一見、西擺一見 猛在想事不出聲 陳家樂知道他在籌劃救人的辦法 坐在一邊 不去打亂他的思路 過了一陣 徐天宏說 我們力強對方力弱 可以強攻 陳家樂順頭同意他的意見 兩人商量定之後 就回到大廳召集眾委英雄法令 陳家樂對大家說 我們馬上動手去救民四當家 眾委英雄都極之高興 陳家樂說 十三哥 你率領三百名會游泳的弟兄 預備船隻 我們一得手 大家去坐船撤退去泰湖 蔣四斤接令去了 陳家樂說 馬大廷、馬兄弟 你執拾十世縣 送深淵和這處弟兄們的家卷上船 馬大廷也接令去了 陳家樂說 十二哥,你很疲倦 也上船去休息 那其餘各位哥哥 和我一起去攻打提督府 搭救民四哥 現在請七哥布置進攻 大家聽他分派 徐天宏說 四嫂,你在智時政 到提督府東面的興隆炮掌抱放火 然後趕到提督府西門 會齊大家進攻 洛兵接令去了 自時,即現在說的上午九點到十一點這個時間 徐天宏說 馬大哥,第一件 你派人將興隆炮掌抱的老闆和伙計 全部請來,不用跟他們說什麼原因 事情完了之後,加倍賠償他店舖的損失 第二件,再招齊全城各街坊的水龍隊 召集四百名得力的弟兄 另外三百名陸營的弟兄 臣時正在這裡聽令 馬善軍接了令 立即派人召集會眾 臣時即是現在說上午七點至九點這個時間 然後徐天宏就再分派任務下去了 各位,肉之後事如何 車定下戶與分解